從遠處看台南國華街 橘紅色大樓 外牆顏色深淺不一 好幾塊磁磚重新補過 還有兩塊凹凸不平 空空如也 水泥牆外漏 就怕突然下起磁磚雨 一樓開二十年的手工饅頭店 這樣做 紅底白字 寫著小心上面大樓磁磚掉下 整塊廣告牌 各種文字五顏六色 乍看還以為是宣傳詞 有人拍照PO網 說從天而降的攻擊要怎麼防 網友們大玩諧音梗 開玩笑是買舞送衣 磁磚掉還有公修日 真是有規律 還有人歪樓 說這間手工饅頭很好吃 你們自己看 因為我們也跟他們講了 他們有做改善 可是也是要提醒路人 說你自己要小心一下 沒有砸傷過了 沒有 這老闆也太貼心了吧 就看到之後就感受到 我們台灣社會的人情味 曾經有地震掉下來過就對了 這是幾年前的啊 還真有人看過大樓磁磚薄落 饅頭店說向大樓反映有改善 記者實際了解這棟大樓 所有全人只有一位以出租為主 大學哥的範圍是他的嗎 都是走廊 你這大一款的 房東也住在你 若借期會改善 將於建築法第九十一條 出於最低六半以上的花園 大大廣告牌滿滿的字 吸引民眾目光 但安全問題不是玩笑 師傅要求大樓限期改善 否則就不只是向饅頭店這樣貼貼公告 而是要依法開罰最少六萬 30新聞王少宇 慧山談得不到